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牛肉切成大小均匀的片状 我们将切好的牛肉放到碗里 里面加入一品鲜酱油 加入料酒 白胡椒粉 一点白糖 盐 味精 加入少许的蚝油 加入一点清水 搅拌均匀 我们加入少许的淀粉 拌匀以后呢 加入少量的色拉油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会很滑嫩 好 放在一边 我们来处理配料 野山椒切成末 姜切磨 姜切磨 蒜切磨 香菜切段 好 我们将主料辅料都处理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上火操作了 锅烧热以后呢 下入色拉油 温油呢 下入牛肉 这样处理过的牛肉呢 会很嫩 好 取出来 起锅烧烧火 咱们加入色拉油 先下入啊 我们切好的小米椒和太椒 煸炒出辣味 好 随即下入呢 两种辣椒 下入牛肉 先泡入一些料酒 加入一品鲜 加入少许的蚝油 加一点醋 白糖 白胡椒 炒匀以后呢 下入香菜 好 出锅 今天的这道小炒牛肉呢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那么如果说您想学习更多的营养菜制作 可以扫描二维码 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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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照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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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望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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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的时间 订阅 甚至是在一起的东西